各位卓晨,今天是12月10日星期二 美股三大指數隔晚終止三年升 在高位度輕微回跳 跌幅在0.3至0.4%之間跌幅不算大 所以投資者暫時還未適宜進取造大美股 港股方面,今日低開115點 開曝26378點 暫時在26300至26500點之間上落 暫時指數方面未有太多部署建議給大家注入 反而仍然一些焦點板塊都可以繼續看好 其實繼續看好的就是手機設備股的板塊 一路都說,接下來就推出5-6機 一些不同品牌都足勢待發 所以手機設備股繼續看好 特別是籃籌方面,信譽瑞聲 這兩項有少許回調 其實等它回完之後是可以繼續買入 另外今天焦點就是富士康 今早早就高開少許 不算高開得多 但今早是大成加上版 有超過2億上版 除了公司方面持續回購之外 見到近期隨著基本因素改善 行業回暖 以及公司自己貴度出現一個規轉型 所以都繼續受著投資者追捧 現在已經升了8% 不過升幅有點誇張 什麼位追入呢? 要即時去捕捉 但持續看好,現在就1.47 上網下一個前頂就是1.5